前不久,英国计划对变性人政策做出调整 你只要认为自己是女性,便可以完成身份认证 从而自由进出女浴室、女厕所这些女性专属空间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概念,跨性别 指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余生俱来的生理性别 那么该如何认定这类特殊人群的性别呢? 2003年7月,日本就率先制定了关于性别认同障碍患者的特殊法案 紧接着就是英国,于2004年7月通过了更加完备的性别承认法 2012年5月,阿根廷制定了认证程序更简单的性别认同法 规定年满18岁的民众可根据自己意愿对性别进行变更 英国这次调整就是简化性别变更程序 玛雅是英国的一个女权主义者 他认为,性别是一种生物学事实 仅因为心理因素就可以随意变更 可能会被某些男性利用,从而做出损害女性权益的事情 并斥责那些没有做过任何变性手术 就宣称自己是女性的男变女变性人 不该被当作女性对待 由于事先歧视跨性别者,玛雅失去了工作 JK罗林为此发表了标签为《我支持玛雅》的推文 表示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为什么坚持性别无法改变的观点就得被解聘 由于哈利波特包含了接受与包容的精神 因此一部分粉丝感觉受到了背叛 于是对JK罗林进行各种辱骂 相关话题一度登上全球热搜第一 甚至还有人剥夺了其作者身份 认为1997年写出《哈利波特与魔法师》的 其实是初音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